另外英國一年來是寧死亡的案件 各位,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不能出招 本來我想在這個星期 本來在下星期才搞的 有個教授 但是這個星期 我看我搞不搞 我看有多少人有興趣 我想搞什麼教授呢 就是為什麼呢 我有一堆英國樓 我不想講BNO 實在太划算 本來我有二十多套 但是我現在只剩下六、七套 因為今早已經買了十多套 我先給你們看看 給大家看看 五萬至九萬英鎊 不用一百萬港幣 回報是保證的 因為已經在租住了 有住客住的 七至九厘 地點呢 回來… 不要讓我們看這麼多 大約由七百多呎到九百多呎 是二手樓 有人在租住有租約 收緊租的 銀行直接過租 大約是… 去曼城 不是完全去曼城 大約… 我想十八個字車程 其實… 大家都喜歡的 譬如我也介紹曼城 但是很現實 因為我不會覺得你們一定會賺到錢頭的 其實呢… 你們現在叫做搭錢尾 但是都要搭… 這是曼城的原因 因為他們還會想… 我不是說經濟樓價 是整個城市的 但是如果你想賺錢頭的一定是… 再教導時候的東西 這也沒辦法的 這個… 現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在哪裡呢 在搬離 你熟了 那它… 本身其實… 搬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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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離的小鎮 其實都很企鯉 還有很多東西買的 但是你說 我想去大城市 搭火車 搬離也不少了 兩隊幫香港人很熟 搬離也不少了 其實… 都是七、八個字 是 但是你想想 七、八百呎 九百呎 是說不用100萬 不用100萬港幣 馬上收租 6.9、7點多厘 減掉所有東西 搬離的時候 我去過一次脫退體球 搬離的時候 我去過一次脫退體球 搬離的時候 我去過一次脫退體球 我只看大戰 打比大戰 大戰 搬離搬退流浪 那個市都OK 我只看大戰 打比大戰 大戰 搬離搬退流浪 那個市都OK 我只看大戰 打比大戰 大戰 搬離搬退流浪 那個市都OK 我只跟大家說 本來我收了這些東西 因為我實在 也不太想 這麼刻香 我今早有十幾間政府起的那些 全部都賣掉了 大哥 你想怎樣 那間就貴一點 100萬港幣 那你們如果想走錢 賺錢 或者投資 我真的覺得 真的很好機會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太濕碎了 我看看有多少人有興趣 OK 英國律師代辦的全部 當然英國律師都是說廣東話的 總之你交收了 那一塊你就在收租了 最好 有什麼好過這樣 收租了 你說 不是啊 如果那個租客搬走了 你想到這些 你就不要投資了 你說到這麼無稽 但是因為是現樓 你起碼有個房子 幾倍的英鎊 你想怎樣啊 幾倍的英鎊 他找哪個店 怎麼聯絡 84、81、1079 我看他多不多人 因為我叫我自己去銷 我沒什麼心機的 他說真的這麼濕碎 我賣了一層這些樓 我不怕再說那幾千人 我都不知道做 所以我其實一向都不是 真的不是很想說 不過有時候 事糟糕沒什麼所謂 就是有好東西給大家 我如果等到教堂 我這個禮拜不開 再下禮拜開我很累的 真的很久 一定沒有了 今天我聽見 我吹開水 不斷走那些樓盤 一定走 我今早走的東西 全部是政府起的 還要是管理費都不用付 維修都不用付 全部收到七、八、九厘 回報、回報 其實 不過世界上很難說的 我一直由以前到現在 都不斷明白到 投資你一定要分的 有些你沒那麼厲害的 有些你真的要買在香港 為甚麼呢 譬如你在適當的時候 你可以升幾倍 但是你有沒有那麼厲害 有些真的要穩穩陣陣的 有五厘六厘 三厘四厘 我猜不到七、八厘 最重要是買得正確的 至於第一節說 那些不是說 幾十萬有間屋 還在收緊租 還有guarantine回報 當然在收緊租 立即開華銀行戶口 立即一個月轉賬給你 有七、八厘 還要跟著升整 那些英鎊現在已經11了 已經過了 穿了11了 就是這樣升 那怎麼辦 WhatsApps 8481 1079 說有興趣 如果有那麼多人 那我就在這星期內辦了 一個講述 其實也許我私訊一下你們談 因為基本上 一、兩個人都賣光了 其實這些真的很划算 幾倍的英鎊幾十萬 你去哪裡買